大家好,我是Chart Reader Cup 很快2020年已到最后一个月份 我自己很怕热,但不怕冬 香港的天气不太冷 所以每年到冬天,我常常想天气更冷 但以股市的节气来说 12月多数不是寒冬 12月份的表现在统计学上多数是好的 今天这条影片我会谈谈近期的市况和实践的交易 交易是一种技能 学习任何一种技能,理论要清楚是对的 但实践更加重要 老实说,如果我用演算法,找个 topic 来说 找一堆 cherry pick charts 当教科书来说,对我来说是最低风险的 因为我不会看错,也不会做灯神 点击率也会高些 但学习的模式应该是以问题为本 尤其是一些技艺的东西,应该要做着来学 在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参与的程度要小一点 仓位要做小一点 但无论都要下场实践操作 因为在实践之中你才遇到真正的问题 你遇到问题之后,然后去寻找相关的知识和技术 然后再下场实践过 以战果或者交易的记录做feedback 如果你有战友或者导师的话 导师和战友的意见都是很重要的feedback 而当你在实践之后遇到问题,然后找答案 然后再下场,然后再有及时的feedback 然后检讨,然后又再实践过 不断地循环的话 你的技术才会越来越进步 大家要记住以下所说的内容 只是个人的经验分享 并非投资建议,自己要小心求证才好投资 画面这条片是我11月1号拍的影片 我判断了10月是一个弱趋势的波动市 整体仍然是牛市的格局 只不过由强的上升趋势 变为一个中至弱的上升趋势 当时我主张做多些reversal trading 和一个ER指定盈利目标的交易 如果大家不清楚我说什么 你们可以看画面这条影片就会知道 连结我放在下方的description 在11月1号我的patreon频道的视频是这样说的 我的看法是10月是牛市的调整力 有机会undercut9月的低位才反弹 重点要留意标普500-3200点的key level 即是支持阻力Fitbon Archive Retracement 0.618 200天线交汇的地方 我们要密切留意reversal的迹象 如果有的话是一个好的加入时机 这一幅是标普500的日线图 结果是我在comment那个时候 刚好就是见底 结果股市没有undercut9月调整的底部 但是不要紧要 我们有密切留意的话 指数在3200点附近 真的出现了一个 one-wide soldier的reversal pattern 到了目前 标普500指数已经上升了 美股各大指数的表现其实都差不多 例如纳指100 不过纳指在11月9号 出了辉瑞药厂成功研发 covid virus 的疫苗之后 有一轮强劲的抛售 之后相对于传统经济股票是跑输了 但是在上星期我在discord的频道也说过 纳指正在做一个buildup 随时会突破的 而科技科网类的股票 很多的relative strength都很强 估计这些setback只是短暂性的 其实我从来都不主张 尤其是跟随新闻消息转换界别 我一直以来行之有效的系统就是 如果市场告诉我 我要转换界别的话 传统经济的股票自动就会被我写出来 如果是科技类的股票不合理 自然就会被我淘汰 无需我刻意去自主更换 我未见到这类很强的讯号 说要转走所有的科技股 美国总体股票也很成功破顶 世价股罗素2000指数的走势 是非常强劲 世价股反映了风险的位纳 我在当时保持牛的看法 世价股保持强势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世价股表现得非常好的情况下 大市的表现很差劲 其实是不多见的 要确认大市没问题 就要看完环球的股市 因为全球的股市 不同市场虽然又强又弱 但大致上都是正相关的 如果全球股市都是跌的话 只是美股升 美股迟早也会跟跌 如果全球股市都升得很好 美股就很难剩下自己一个人跌 这幅是法国CAT指数 原本它是全世界最弱劲的市场 它在undercut了9月的低位之后 疫苗的新闻还未出 已经迅速反弹 还突破高位 德国DEX指数也是由低位反弹 我认为它更进一步的机会是不低的 日股是全球最强的股市 已经说了很多星期 上证指数开始挑战高位 但仍然在trading range里面 总体新兴市场也屡创高位 这幅是罗素3000指数的图 我用它来做总体美股的proxy 图下面是它的advanced decline line 大家看到它的advanced decline line 其实是一直闯高 并无市欢的问题 这幅图我展示过很多次了 它说的是大跌市的频率 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跌超过20%的熊市 以10%以上的市 平均每两年才有一次 多于5%的调整 一年只有1至2次 我们今年已经出现一次大于20%的熊市 还有出现一个大于10%的调整 连美国总统都选了 今年如下的12月 大调整的机会 照统计学上来说是非常之低的 唯一令我们担心的是 就是总统选举的诉讼 有没有出人意表的发展 如果有的话 可能会引起市场的一些震动 这幅是近20年美国股票市场 调整大于10% 在不同月份发生的频率 大家看到12月份 是属于最低风险的月份 去到1至2月 这个频率就比较高 到时我们就要小心一点 这里有几个指标我想说一下 例如这个put to call ratio 有些投资的大师说 put to call ratio 低 即是市场上很少人做put 是一个大市的警号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我不是太见到有关系的 反而put to call ratio 非常低的时候 往往是反映一段非常牛的趋势 而这个put to call ratio 最高的时候 亦不见得市场一定是见底 我这样说之后 用不使用这个指标来测试 大家自己想想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 IBD Distribution Days 指标 10月30日 IBD 将大市评级由 uptrend 转为 market in correction 刚好这个IBD 转信号的时候 就是这个大市见底的时候 然后那三个trading days IBD 转回 confirmed uptrend 这里我想说的是 IBD Distribution Days 指标 本应是一个敏感度比较高的指标 但在近年调整或者熊市跌市的时候 它是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 令到这个指标经常都比较滞后 搞到它好像有灯神的感觉 我认为这个Lesson to learn 是 避免只是用单一指标去判断大小 尤其在counter trend 即是大小逆转的判断上 必须要多重的确认才好下判断 另一个指标我想说的是VIX 目前我们的VIX 是病毒红市后的低位 属于利好 VIX 高于40 在牛市调整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但VIX 低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反向指标 VIX 低其实是一个利好的讯号 好了,看看其他指标 例如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 仍然在高位 这幅是Investors Intelligence Blue Bear Sentiment 的图 现在的隐忧就是看牛的人比较多 但是这个单一指标不足以构成我们大幅减仓的理由 好了,之后我会谈个别的股票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一类影片 记得给个like和share 不要忘记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有新的影片,你们就会立刻知道 第一笔我想说的交易是Quaido 这笔交易的setup是Cup with Handle 这个handle是类似一个20天线上的build up走势 我在build up 的突破做了一个买入 如蓝色箭嘴所显示的那里 指悬位是在build up 的底部 减一倍ATR来做 结果这笔交易在两个交易日之后 即是11月9日 估计在辉瑞COVID疫苗成功研发的消息之下 列口大成交大跌 当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最多人问我的问题就是 我应不应该在交易前时段做止算呢 当日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很多次 我的答案就是 一般来说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原因是因为交易前时段的交易量 一般都是比较低 在交易前时段的股价走势 亦未必一定代表真正的走向 而第二个问题就是 在开市之后 会不会等待它的股价升回一些才会沽 那我的答案永远都是 尽快沽了它 As soon as possible 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知道 它会不会升回的 它是绝对可以一开市就直插没有水花 正所谓 Your first loss is your best loss 由于这一笔交易是gap down 跳过我的止损 我的损失是1.9个R 在这个失败的案例 我是想表达两样东西 第一,无论setup 的 chart pattern 有多好 或者你怎样極度喜欢也好 市场是不会在乎的 如果有事发生 例如一些影响基本面的消息 甚至有些时候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事发生了 都可以是突然间大跌 令到交易失败 第二,如果股价发生 类似Krydol 这个案例 列口大成交大跌 多数你都不用想太多了 多数都是坏事 你千万不要对反弹寄予厚望 如果gap down 跳过你的止损 我建议都要尽快止损 今天我想说这只股票 叫做Digital Turbine 这个名字是apps 这只股票在我的screener上是有的 但是未有一个明显的setup 幸好这位朋友在discord 讨论这只股票 所以我就发现了 这只股票其实符合了我一般选股的条件 它在IBD 的行业排名是25 relative strength rating是99 它的PE Ratio 是81 每股盈利近两个增长分别是160%和200% 但这些PE 盈利增长的东西 如果做短线的交易 其实是optional可理可以不理的 当然数字好的话永远是一个positive 现在我们认真看它的技术图表 红色圈住的地方是key level 包括50日的EMA 粉红色线的support resistance level 以及fitborn archery retracement 0.5-0.618 的位置 在这个key level有reversal candlestick pattern 这里是one-way soldier的pattern 最棒的是建底那一天 它收市位在day range的上半部的地方 下面有一条很长的下影线 反映这个key level有一个明显的price rejection 另外想说一下一个RSI的指标 如果RSI指标在50以上 代表股价在短线现up trend 如果跌到50以下上不回去就代表股价调整比较严重 短线上升的趋势受到破坏的意思 这张是amazon的图 黄色黑的部分就是RSI高于50的日子 大家可以停留下来慢慢看 让大家参考一下 所以RSI重回50以上是一个短线重回上升趋势的参考指标 我们这次交易的买入点是11月2号的高位 对上一些的地方 所以我在开市之前设置了buy stop在这个位置 一开始就买入了如图所显示的样子 这一幅是我IP帳户里面的截图 Initial stop我就放在10月30日的long week candle的低位 这个位置我不再减ATR了 因为下影线已经足够长 如果这个股价可以拉回比这个位置更低 相信你这个trade的成功机会几乎就没可能了 止损我就来买入位19%左右 有人问会不会太阔了 原来我之前的文章或者影片都有说了 这种高波幅的股票 如果你有看清楚的话 它的10日平均ATR是接近3元 即是接近10% 如果你硬用7-10%的initial stop 然后就加大了自己的仓位 其实只会使用stop loss的机会上升 失败率更加高 无保于是 总之坚守initial risk等于total capital的1%就没问题 在SolarEdge的交易之前我已经示范了一次 一般的initial stop在我买入位的20%以内我都会接受的 买入后连续三日大升和gap up之后 到了11月5号已经到了历史高位的阻力位置 在这个位置我沽出离场 获利1.8个r 会有人问 为什么今次不是2r 我只能够这么说我们不是做rocket science 我们一直以来很间中会有这样的情况 差过一点点不大影响我的策略的正期望迹 而在技术分析上 这种三日大升35%的power move into resistance的走势 拉回的机会一般是比较大的 我们会不会为了完美的2r的数字博多一点 而去不去取得这个拉回的风险 是没有多多答案的 每个人有自己的抉择 之后这种Diginal Turbine 真的有些拉回 最后走势就是这样 下一个股票想说是Tesla 这种是一个classic的VCP setup 它有波幅收缩 反映在ATR走低 而且在图表上 都很明显看到波幅是几段收缩 买入店可以在gap up当日 当buy mode gap up买都可以 你也可以等待突破蓝线的阻力区域才去买入 我是选择了后者的 我设定的子算 在gap up日的低位 减1.5倍的ATR来做 结果这单交易很成功 在很短时间 我已经来到了2.3r 成功离场 下一个是google 我在11月24日 做了一个blue flag的突破交易 蓝色就是blue flag 即是一个急升旗形的走势 在这里股价有一个紧密的整股 波幅收缩 子算位我放在粉红色线的支持位 即是11月23日的低位 减1倍ATR来做 关于blue flag的设计要点 我在patreon cup trading premium里面 已经有文章讲解了 下一个我说的是square 很多人问我这个trade的设计是什么 首先是黄色highlight的 reversal我错了 它在这里冲上去绿色的阻力区 然后就拉回 做就了第二次trade reversal的机会 而我就是trade这个reversal 即是红色箭嘴和黄色highlight那里 reversal是发生在 Fibonacci retracement的0.618 2050天线 以及support resistance加汇的地方 这幅图我放在日线图的地方 我在蓝色箭嘴那天做买入 用candle stick pattern 我就zoom了 红色圈住那里 是显示了这个reversal的低点 它在这个蓝色的支持区 以及红色线的50天线 是有price rejection 发生了 但是之后那四个加逆日 即是黄色highlight那里 大致上它的价格的range 都是在左手边的candle stick之内 所以在这几天的price action来说 是没什么重大走势的意义 直到红色圈住那一天出了 bullish candle 和红色圈住那支candle拼合 我只考虑这两支candle 其实就是一个one-one soldier的pattern 就像这幅图所显示的 由于square的例子 就像这幅图那样 bullish candle那天的升幅是比较大 所以我就用确认日升幅的一半 来做买入点 如这幅图蓝色箭嘴那里做买入点 stop loss 我是用11月16号的低位 按一个atr来做 如果你是保守点,你可以用红色蝦这一天的低位 去减一个atr的倍数来做止损 下一个我想说的是atsg 这只股票我是trade红色box那里的reversal 那里是绿色区域的support resistance 50天线 以及fibonacci retracement0.5的key level reversal 粉红色线是morningstar的candle stick pattern 买入点 止损位是根据深红色箭嘴那天的低位 减一倍的atr来设定 接着我想说的是苹果 它的setup就是一个两个月长左右的vcp 它的atr是下降 要特别留意红色不圈着那里 它的atr是近年近年的最低点 它的波幅有三段收缩 其实都很明显看到,我就不特别画出来 我就在突破短期下降轨那一天做买入 它即日有点拉回,但第二天都成功突破 我止损位就是红色箭嘴那天的低位 加一倍的atr来设定 接着我想说的是nvta 这一款有点像inverted head and shoulder pattern的chart pattern 但chart pattern 什么名字是不重要 最重要是principle 其实这个setup就是brick of market structure的走势 它brick了就是一个近期的down trend 黄色哈拉就是接近阻力位的build up走势 蓝色箭嘴那一天突破了蓝色的阻力区 这是买入点 我止损位就参考红色箭嘴那一天的低位 减一倍atr来设定 在突破买入点那一天之后 在第二天即是粉红色箭嘴那一天 它的股票是gap up高开但即是一个很强劲的拉回 它去到build up底部的地方又有支持 然后反弹 这个支持作用 就是在build up买入的setup 的好处 最后我想说一说这款advanced drainage system WMS 这款我目前仍然持有 我由9月那里突破买入 持有到现在 这款股票目前最不好的地方是 它的industry group rank是排75 比较落后 但是过股的RS rating有90暂时是没问题的 它的PE ratio是32 近两个的growth rate都是三位的数字 数字上是非常之OK的 目前它的股价是接近图中粉红色的阻力区 它在10月至11月做了这个双底的走势 如蓝色箭嘴那里所显示 它第二个底稍为低于第一个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走势 黄色哈里那里是在做一些类似build up的走势 如果它突破了粉红色的阻力区 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点 这款advanced drainage system 最后也是顺利突破了 最后我想说一说金价 金价的下跌趋势已经形成了 在美元弱势的情况下 它仍然是无力 目前到了蓝色这个区域 即是支持阻力和200天线加回的key level 我估计在这里会有一些反弹 但之后的走势我并不看好 我在9月底开始做patreon 斩了眼睛已经两个多月了 在我刚刚开始开patreon的时候 有人问我 你为何在市场那么差的时候来开patreon 其实老实说 今年市场我是觉得非常不错 远比我想象中好 当然今年帮幅大很多人都觉得很难处理 而且就是因为市场难搞 我才有存在的价值 如果市场很容易操作 好得通街都是股神 那不用我教大家都会怎么玩 如我之前所说 交易投资是技艺 其实无论在公开 还是在patreon的收费频道 我都做了不少教学 但是重点其实都是实践 以及在细节 尤其是细节 为什么有句话叫魔鬼在细节 就是因为很多东西 不少人都会说得头头是道 但是实践的时候 往往就是在细节位出问题 错漏八出导致失败 而对于细节理解清不清楚 对于解决问题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些东西 由政府官员制定政策 医生做精细的手术 和看慢性病 到装修师傅手工好不好 学生读书不聪明等等 都是一样 patreon这种社群互动的模式 由于有互动的讨论 以及长时间一起走过实践的战场 给单向的知识传授 更能够处理到细节 以及贴地的实践做法 由不断实践之中 练习到新的技术 然后精进 在我的patreon的 Cup Trading Premier 通过discord channel 里面有系统的索引 加上大家更加紧密的互动 令到大家的得益更加大 好了 今天我想说的东西就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